那回到比赛 这场比赛呢是由E-Star的阿妮对阵到RNGM的寸头啊 两位其实在我们联赛上都算是新人选手 只不过是一个更新一点啊 稍微寸头的话是更新一点的一位选手 不不还好这两名选手其实打过的比赛还是比较多的 对其实确实 好的让我们来看一下两名选手的一个搬动环节 看一下阿妮这边是搬到了人与导探险和雇员归罪 那寸头这边呢是搬掉了正反亚 是的 正亚反亚这两个台套 我记得寸头之前跑得还不错 看到对阵的主要是阿妮啊 是 其实阿妮这名选手跑出也是非常不错的 像前一段时间在亚洲杯上的表现也是可真可点 最终能一路达到那个名字真的 非常强势的一名选手 对的 是闯进了我们的这个决赛当中啊 当时是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也是一名比较极限的选手 对 技术的一个极速选手 对的 而且感觉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新人选手吧 可以算是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官方指定手图 秋之物语两类的一个 对吧 还是常规选车 S逐车吗 应该是吧 感觉今天已经打了三局了 还是是的 是 依旧是逐车 看一下双方一个起步情况 看一下起步 两个人是没有什么对抗的 但是下来之后 寸头这边来到了一个领跑的位置 来看一下这个氮气延续还好 保持一下路线 双方正在齐头并进 正在做一波对抗卡位 对的 你这边进到卡过来 这个弹射非常完美 这个角度 释放ECU 还好 现在来看一下 前方可以利用逐转者的测语技能 调整一下角度 路线 哎 这里还好 能放出战车的淡气就非常不错 来距离了 有机会 现在只差距在两个身上位 而前方就是一个对抗点 再接一手暴力 但是路线有点弯 没错 稍微蹭了一下墙 看一下 下面这里 哎呀 这里又弯圈 哎呀 迷路了 有一点 这下麻了 一下子被拉开了两个弯道的距离 像这个距离的话 对于安妮来说 安全了 所以把非常的安全 是 来看一下前方的众生平等弯 这是需要 调整一下路线 敲踩一下上车 这边再弹过来 再控一下车 是 这里直接刚放一下 一下弹气 利用车的特征技能 直接延续过来 看一下再接暴力 CW分 压一下车 再接上上车位 还好 目前来说 领先了两个大弯道 是的 快速排气这边 再双沙弹过来 最后的一个劲道 可以过来之后 最后的一个甲弯 看一下 侧身过来 没有问题 1分11秒91 顺利重现 哇 也是非常快的一个成绩 那我们 恭喜 Esta的阿妮 率先拿下一分 是 其实通过这一把的表现来看 阿妮的她这个实战 对抗能力 以及对于赛道的细节把控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非常猛 就刚刚说了 她是一位表极限的选手 是 其实这把寸头 也完全是有一战之地的 其实他俩的技术水平 是真的是 差距其实不大 只不过太着急了 真的是太着急了 那几个过弯 不应该那样的 寸头的话 其实它的这个内线卡的 也比较好 尤其在前面出来的几个弯道 但是就是那个 拉暴力点的那个位置 有点太着急了 飘在早了之后的话 直接一个往反方向来开了 而且也没有 第一时间选择 进行个复位来调整 来 让我们看一下 本场的一个成绩数据 一次大的阿妮 最终出现成绩 是1分11秒91 而寸头是慢了3.07秒 最终出现成绩 1分14秒98的成绩 双方都使用了 相当赛车 以及相当宠物几八 那这一把的话 整体来说 阿妮这边的平均速度 也会更高一些 是 它的路线和细节做的 还是比较不错的 寸头就是那个失误 导致这个节度乱了 来 让我们再看一下 赛红数据的一个比分 目前 一斯大的阿妮 率先拿下一分 RNJM寸头 目前是零分 目前的比分 来到了是1比0 但是还好啊 反正目前比分 只有一分嘛 是 比赛刚刚开始 对的 那下面一张图呢 就是由寸头来进行选图了 寸头千万不要着急了 是 没事 还是不要太着急 你钱款皆未定 你我皆黑马 不到最后 永远不知道谁是冠军 是的 来看一下下一把 寸头选图 选图的话 可能就要做一手 针对 目前双方 都是在打同车的一个情况下 看一下 要不要做一下和其他选手不一样的路子 就是率先打出差异吗 对吧 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 可能选手那边要自己斟酌一下 但是可能作为观众来说 是比较想看到的 是的 其实这两名选手 寸头 他有一个 他有一个外号 穿着有个 别名叫做白给头 为什么 因为他跑出很极限 就是老白给 就是因为太极限了 是吗 所以容易出现一定的失误 也是比较看手感 阿妮这名选手 咱们就不用说了 他的这个能够打进 咱们亚洲总决赛的这个成绩 这个实力有多强 我相信都不需要我多说了 而寸头这名选手 他也是 大家可以一会儿 可以看一下他的成绩 选择到了一路向前 我觉得这张图也是 挺代表RGM这个战队的 是的 这一张赛道 应该会选择十天涛替 毕竟前几个弯道 包括开局的加速战 完全不需要卡进 来看一下这一把 四天涛替会搭配小黑吧 应该是 小黑的话 应该比较舒服 毕竟是一个同格台导 看一下起步 是的 来看一下双方都使用的四天涛替 断鸟出来 阿妮的起步更加的快一点 这里需要换一下氮气 形成一个WCWW盆 这里接一下快出 再接一手WCWW盆 哎不错 这里直接延续 延续跑法 这一手跑法很激烦 下来之后 一个CWW这里顺侧拉过来 是这里 哎气都不静 甩过来之后看一下 点了一下刹车 两个人都非常极限 稍微点死 对 控一下车 过来之后寸头来到 领跑的一个位置 这个弹射 那道反超太牛逼了 阿妮放了一个ECU 但是依旧没有反超 现在坐上过山车 过来之后 看一下两个人的路线 ECU点来了 这边阿妮这边 哇非常的极限 两个人在这里 齐头并进啊 是的 现在寸头真的是 放过出自己的实力来了 但是阿妮的 还在这里对抗 能不能上去 卡一下在继续上 是的 现在来看一下 这里的过山车 二段延续 在接WCWW盆 前方的 不对 阿妮手里还有ECU吗 还有ECU 两个人在这里 释放ECU之后 阿妮的这个路线 好像更软了一些呀 寸头这里又蹭到了一下 左墙 是啊 来看一下 已经没有机会了呀 一个不可护露的纪律 最终瞬间重现 看一下 这边拉手顺测再过来 1分12秒23 没让快了 哇 这这把感觉对抗拉满了 有点 是的 寸头在前期 其实是拿到一个优势的 其实像上 刚刚第三个玩到 第四个玩到的时候 我都以为阿妮 意思是放出来 一个ECU没有超车的 其实那个弹射点的 一个视觉差 导致就是看起来 释放一个ECU 就因为它的那个弹射 还是比较极限的 做出来了 延迟弹射 像是延迟弹射 可能也有可能 没看清楚 不过寸头这一把的表现 可以看得出来 非常不错的 就是后边的细节 没有完全的把控得好 没错 就是我感觉两个人在这个内道上的把握啊 都挺好的 这两局比赛很感觉两个人都是特别喜欢卡尽道 然后也喜欢在尽道的时候超车 是来看一下本场的一个数据 伊斯大尔的阿妮拿到了一分一十二 下车二三分 操机 然后寸头是一分一十三秒九一 慢了一点六八秒 对 哇感觉寸头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打出自己的一个状态来啊 目前比分已经来到了二比零 目前是阿妮领先 是的 目前截止到现在打了两局 都是打的相同赛车 现在来下一局依旧是由寸头选图 看一下寸头选什么图呢 一路向前 其实我觉得也是他自己相对来说 会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赛道了 但是却没有拿到分数啊 还是比较可惜的 是 下一把依旧是来到寸头选图 如果下一把他 我感觉这一把他真的得好好选图了 再输一把的话赛点了 对 而且就像你刚刚说的 就是0比2和1比2那种心态是不一样的 是的 其实寸头跟阿妮的差距 相对来说是不大的 只不过通过这两把的一个实战的对抗 出了点小问题 来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回放 欢迎回来 现在我们在进行的呢 是今天Q飞车首游KEI国际邀请赛的第四轮 是的 是由Esta的阿妮对战RNGM的寸头 经过两轮的比赛 目前的比分是在2比0 阿妮领先了寸头2分 那现在选图拳呢也是在寸头这边 刚刚上一把选图拳其实也在寸头这里啊 选出了一张一路向前 但是却没有拿到分数非常可惜 这一把选择到了西湖 是的 西湖这张图永烟郡主还没上可以直接上永烟郡主 在这张赛道上永烟郡主他的表现能力还是非常舒服的 而且在前提包括后继来说都是不缺弹气的样子在这儿 看一下双方一个起步情况 这把双方都是一个双侧起步 对的 大家第一个弯道的话 还是寸头把握住了一个里跑的一个位置 是的 这里来接一下单前去换手三气形成一个WC大部分 直接一个反超 路线非常的完美 看一下这个弹跳点 两个人都过来 可以看得出来这里寸头的路线好像要好一点 有机会做一波反超 因此又来了 但是还是拉开了一点点距离 这里安妮凑到了墙眼上 导致这里直接撞了一下 现在距离被拉开了两个车位 但是问题不大 这一张赛道 你不跑到最后永远不知道究竟是谁会拿到第一 这里在小甩一下过来来到第二圈 目前这个距离的话有点难以做对抗啊 看一下这里有拉近一定的距离 寸头给机会了又要摆给吗 这把千万不能再到摆给头了 如果再摆给一次的话 就直接三倍流拿到赛点了呀 看在这个谈跳点两个人 哎这里路线出了个小问题 需要调整啊呀 天哪 这里跳下去了 完了摆给了呀 这和摆给头怎么又摆给了 再释放ECU的话 还是很长那个距离呀 接散气也 是的是的是的 这一把果然坏了 真的一重摆给头了 这里起飞上来 但潜续上已经来到最后的一个小班 这个地方过来之后可以充现 1分15秒39 是的让我们恭喜阿妮再拿一分 目前的比分来到了 3比0 白给头 你看我就 我就不能说他白给 这把太难受了 奶上了 奶上了真的是奶上了 比分直接来到了3比0了 现在阿妮直接拿下了3分 而寸头如果再输一把的话 这一场比赛可是直接实力 直接进入到败这度了 对的 我觉得现在对于寸头来说 压力太大了 是的 而且其实像上面一把西湖 这个情况 那个太 就是怎么说的 路线找的太不应该了 对 那直接撞到左边 然后一个复位的话 确实后追乏力啊 是的 来看一下本场的一个比赛数据 阿妮这边的话呢 是1分15秒39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那寸头这边落后0.8秒 1分16秒19 是 其实像这把双方选手 都是给机会了的 你看一下他们的平均车速啊 两个人的这个车速是相差不太大的 3000米每小时 但是就是因为寸头的那个复位啊 就完全导致两个人 连后面的一个对抗的机会都没有了 对 来看一下赛后数据 目前伊斯达阿妮拿到了3分 而寸头是0分 哎呀 现在直接来到赛点了呀 嗯 现在寸头最后一次选途 这把直接拿机甲吧 再不拿机甲没机会了 对 感觉 哎 你这个话我好像似曾听过 好像在上一把也是这种情况 但是吧 这个不一样 说实话 寸头它的技术 在我的印象当中 它是和阿妮相差真的是不大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 每次他都是有机会做一波胜利的 但是 嘎 摆给了 哎 再摆给头 但是感觉阿妮的话 希望再把那么的步步 可能就是现在他的上场机会 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和职业选手之间的对抗多的话 他的经济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阿妮她的这个实战经验也特别的丰富 而且她的心态要比普通的职业选手 要更加的好一些 心率战胜是吗 是是是是是 心理压力这一块 对他来说小问题 啥啥水 就可能我的心跳很快 但是我的手是不抖的 嗯 对 来 接下来呢 依旧是来到了特典选拙 最后一特典选拙 美洲大虾 美洲大虾 再打一手 这还 这没办法 这没必要上机甲了这就 科技大格吗 还是天狼星 都可以 我估计天狼星上场的一律 还是比较大的 这把拿机甲的话 我觉得有点太冒险了 哎 这把没法用机甲 用机甲作用不大 可以说天狼星 或者是科技大格 其实对于职业选手来说 他的登场率 但吸星图是比较高的 或者是 还是拿到了天狼星 是的 天狼星这辆赛车 在动力方面 是非常强悍的 来看一下 射身过来啊 你目前冲出来了 这里再接射身过来 是的 这把寸头不能再输了呀 已经来到三点了 这里有对抗的一个机会 哎呦 这个外卡内 下来之后又蹭墙了呀 是 所以说外卡内 拿到一定的优势 但是优势不大 连续三个特色又没了呀 哇 淡气都被卡掉了 所以把输了的话 可能直接进入败折堵了 对的 阿妮这边再控一下车 释放淡气之后 看一下这里 ECU再释放 非常好路线 是的 目前的距离 已经是领先了一个大藏直到 对于阿妮来说 这一把的跑法 已经是非常舒服了 这里换一手淡气 撞下拉标 留一下小喷 再接 哎 这里直接接一手CW喷 对的 哎 凑了一下墙 要给机会了 平跑了一阵啊 但是还好 目前寸头的话 还是没有一个 后续上来的感觉 没有把握住呀 对的 这个劲道可以过来 WCWW 是留下小喷 但进延续 ECU 对 ECU已经放完了 然后还剩下 最后几个弯道 截止到目前 这个距离好像 还在不断地被拉开 寸头好像已经 回天无力了呀 最后的一个弯道 看一下这边 做一手暴力出来 这里再顺侧过来 看一下冲线时间 1分11.94 是的 让我们恭喜阿妮 最终成绩 4比0 带走寸头 可以看得出来 阿妮这几把打得 是真的很厉害啊 对的 感觉整场比赛 行云流水啊 没有给到寸头一点机会 是啊 寸头 哎呀 他不光是 真的是白给 你看到没有 前几把 你包括这四几 把把都是有机会的 就是稳不住 但是可能 呃 由此可以看到 我们觉得寸头的一个心态上 还是要更需要磨练啊 是的 不过还好 现在并不是总决赛啊 现在只是一个双败小组赛 对的 你这一把失败了 明天还有机会 对的 我希望明天 不要打出这种感觉来了 不要再白给了 真的很难受 相信明天寸头 也是个崭新的寸头啊 可以拿出自己真正的实力来 和自己的对手 进行一个较量 另外们 咱们也 恭喜 Esta的阿妮 最终 4比0 非常顺利的 进入到了下一轮的比赛 进入到胜者组的小组赛 那我们现在的话比赛也已经过半了 刚刚过半 老铁 接下来呢 就是打完这几场之后 下一把就是由 请久的张若云 对阵 对阵到A级的狮子 A对狮子 一老一新 一老一新 其实狮子在咱们赛场上 也是一个特别强力的一个老牌战将了 没错 好 我们来看一下本场的一个比赛数据 阿妮这边呢 是1分11秒94 拿下比赛的胜利 同时也带走了比赛 那寸头这边的话 1分15秒07 两位都是驾驶到了天狼星搭配女娲 是的 让我们再次恭喜Esta的阿妮 其实这两名选手差距真的不是很大 对 其实 但是一看那个比分怎么差这么多 明明看着技术差距不大 但一看比分差得真大 这就难受了 然后台下观众就说 这个技术在这儿胡周呢